7點18分 早安氣象時間 今天的氣象時間 要來請教交人 是不是今天東北季風 還是會持續影響 哪些地方是降雨熱區呢 把時間交給你 謝謝宥宣 我們要提醒觀眾朋友 確實東北季風持續影響我們 而且這個降雨的區域 在今天其實是比昨天 來的少一些的 我們看一下東北季風 持續影響的狀況之下 迎風密地區 可以看到整個桃園伊北 還有在整個東半部地區 都還是有明顯的降雨 至於在台灣的東部海面之上 滿遠的地方 還是有個熱帶性地氣 持續在發展當中 我們看看這個 它今天有可能形成颱風 百里加 不過雖然它叫百里加 但它距離台灣 其實是千里之外 大約是270公里左右的海面之上 所以是真的很遙遠 對台灣沒有直接影響 甚至沒有影響 看看今年一整個5月 7月都是兩個颱風 8月是6個 9月是第8個 所以今年是百里加 它是第19號颱風的影響 但是我們看看 其實在東北激風的影響之上 還是比較明顯的 我們看看東北激風 持續影響我們 所以在今天的降雨範圍 持續還是在桃園伊北 跟東半部地區 都還是迎風面的地區 有持續性的降雨 所以我們提醒觀眾 外出朋友要記得要帶傘了 我們看看在明天 後天的降雨趨勢 會比今天來說 小得滿多的 因為週四週五水氣比較少之後 迎風面地區會轉為 比較零星的降雨 可以看到主要都是集中在 花東地區 累計雨量大概是 5到10毫米左右 而在午後的時候 中南部地區還是會有 午後的雷震雨影響 所以午後如果是在 中南部地區的山區 還有近山區的地方 還是要帶傘 我們看到禮拜六 禮拜日 禮拜一 東北激風要持續的減弱 但是它在空過陽面的時候 帶來會比較多暖濕的空氣 所以減弱之後 再空過台灣 但經過地形抬升之後 這個雨勢會稍微增加 所以看到整個 臨風面地區的雨勢 會比今天來得更多一些 而到了午後的時候 持續還是有一些 在零星的午後雷震雨 要持續影響 我們來看到 其實在這個溫度變化 也是有明顯的轉變 可以看到在北台灣地區 其實今天的高溫還是有增加1度左右 但是在這個南台灣地區 在今天來說的話 是整個東北激風影響到南部 所以今天的南部地區 高溫是有降低大概1到2度 所以南北地區來說 南部地區的高溫 還是比較偏熱的 不過這個溫度 在零後天之後 還是會有在明顯的下降之後 再來做上升 主要就是因為東北激風 整弱之後轉為偏東風環境 剛才聽到的 比較暖濕的空氣要逐漸影響之後 主要是在禮拜五的清晨的時候 會來到最低溫 不過要持續到禮拜六 禮拜日 甚至下禮拜開始 溫度要逐漸的再升高了 所以我們提醒觀眾朋友 其實在日間跟晚上的時候 這個溫差是比較大一些的 外出還是要記得 多加一件博外套會比較舒適 以防可能會有一些 溫差大感冒情形 你可能也會有一些免疫力 比較低下的狀況 比較容易會生病 而至於在午後地區的時候 其實都還是在中南部際山區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比較明顯的雷震雨 跟大雨出現 而目前這持續有受到 東北激風的影響 所以在基隆 北海岸地區 以及宜蘭 宜北 花東地區 都還是有明顯的降雨 所以我們提醒觀眾朋友 其實從禮拜一開始 一直到現在為止 都還是東北激風持續 影響我們的過程當中 所以在入秋之後 首播東北激風要影響我們之後 接下來天氣變化會逐漸的轉涼 當然很可能受到高壓 逐漸出海的過程當中 它在靠近台灣 或者是遠離台灣的過程 會有受到一些風勢 還有溫度的變化 我們都還要持續觀察